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我是台北南区荣美教会游福原牧师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主题是 信心的性质 今天的主题经文在提摩泰后书一章十二节 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 然而我不以为此 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 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 保罗对提摩泰讲到信心有三个部分 第一个是我知道 我知道我认识我所信靠的对象 第二个是我相信我所信靠的 我深深的相信 第三个是我投靠我所相信的 第一个信心的性质是要有正确的知识 我知道我所认识的 我们要正确的认识我们所信靠的对象是谁 我们信靠我们的天父 我们信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信靠圣灵 我们也信靠我们所读的圣经 许多人所拜的他们并不认识 但是我们认识上帝是创造我们的神 祂是宇宙的造物主 祂是创造我们的神 祂也是独一的真神 有一次我跟我岳父在看国家地理频道 他说这个世界是进化来的 我们都是单细胞进化来的 那个时候我拿起了一支原子笔 我把笔拆开 然后我跟我岳父说 我把这个笔放到桶子里面 我们来摇一万次 它会不会自己组装回去 这变成一支笔呢 我的岳父说不可能 我说如果这个简单的元素 我们把它放在一起撞击 我们都不相信它会组合成一支笔 我们怎么会相信这个世界是大爆炸 这个世界是撞击出来 而我们是从单细胞变成一个 这么复杂的人呢 我的岳父安静了一会儿 他说有道理 这个世界真的是有神创造的 是的 我们的神是创造我们的神 我们要认识这会创造我们的神 祂是爱我们的天父 我们是祂的儿女 我们都要回到祂的里面 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 祂是唯一的救主 耶稣不是受造物 耶稣不是天使中的一位 耶稣是神的儿子 祂是我们的救赎主 唯有祂的名能够救赎我们 天上地下没有四下别的名号 可以让我们靠着得救 只有耶稣的名才能够救赎我们 所有信靠耶稣名的人都可以得救 我们要认识圣灵 圣灵是有位格的 圣灵是另外一位宝慧师 圣灵不是一种能量 圣灵不是一种的能力 圣灵是神他自己 所以主耶稣要离开的时候 祂说我要再猜另外一位宝慧师 就是另外一位与他完全一样的神 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当耶稣的肉体离开之后 我们有圣灵内住在我们的当中 我们要认识这位圣灵 祂是有位格 祂是现在与我们同在的神 我们要正确的认识圣经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 晓得真理就是认识真理 我们要正确的认识圣经 我在做圣经辅导的时候 有很多人懂得世界的道理 懂得传统的道理 却不明白圣经 所以他们活在捆绑当中 他们没有自由 但是当我们读真理 当我们认识真理 真理就让我们从世界的瑕疵当中 得到自由 所以信仰要让我们完全的 知道我们所信靠的对象 我们信靠上帝 我们信靠耶稣 我们信靠圣灵 我们也信靠圣经 第二个 我深信 我认同 我认同我所信靠的上帝 祂是独一的真神 祂是创造我的父 上帝的名 耶和华以乐 耶和华必供应我一切的需要 耶和华罗以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至缺乏 当Josie Miller 他开创孤儿院的时候 常常他需要祷告 有时候早餐还没有着落 他带领这些孤儿祷告 当他祷告完毕之后 就有货车 面包车 牛奶车 到他们的门口 将食物放到他们的桌上 上帝的名是耶和华以乐 祂必为我们预备 我们要来信靠 这位爱我们的天父 我们要来投靠祂 许多人不认识 也不信靠天父 就像圣经里面 那个大儿子一样 虽然他在服侍神 但是他好像浪子一样 在家里流浪 因为他不知道 他的天父是爱他的 我们要认同耶稣基督 为我们所成就的 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 我们要认同 祂为我们的罪恶死了 祂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我们认同祂已经从死里复活 我们认同祂有天上地下 所有一切的权柄 我们认同祂已经赎回 我们所失去的产业 我们要认同圣灵 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我们要迎接圣灵内住 在我们的里面 圣灵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我们要认同圣经 每一句话都是真的 在新派的神学里面 他们认为圣经 有一部分是真的 有一部分是人的话 后来演变到自由派的神学 新正统的神学 他们认为圣经 全部都是人写的话语 但是我们正统的福音派 我们接受圣灵工作的教会 都相信圣经的每一句话 通通都是神的话语 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于教训都则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都是有义的 圣经明明的告诉我们 圣经的每一句话都是圣灵所默示 由先知所写下来的 圣经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 第三个信心的性质 就是我们要完全的信靠他 我们有正确的认识 我们相信 但是我们是不是将我们的重担 我们一切的决策 来投靠这位爱我们的神呢 如果我们真实的相信 我们就会投靠他 有一个老太太她在路上背着担子走路 后来有一个司机看到他 就怜悯他把他载到他的车上 但是这个太太呢 在货车上仍然背着他的担子 所以同行的人问她说 你为什么还要背着这个担子呢 她说因为用货车载我 我已经很不好意思了 所以我不好意思把担子放下来 我们没有投靠信靠这位神 我们就会背负这些重担 许多的基督徒没有将重担谢给神 圣经要我们将重担谢给神 因为他顾念我们 我们只要凡事靠着祈求 感谢跟祷告 将我们的需要的告诉神 神就会供应我们 也会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 使我们不再过忧虑的生活 我们要投靠神 我们在做一切决定的时候 不管是婚姻的交往 不管是家庭的搬迁 不管是工作的转换 不管是教会的服事 我们都要带到神的面前来祷告 真实的信靠他 我们在采取任何福音的行动的时候 我们都要跟神来祷告 信靠我们的神 有一次在一个下雨天 我们青少年要去海边聚会 其中包括许多的木道友 可是他们看到雨的时候 他们非常的担心 但是我们的弟兄姐妹 就说我们来祷告 结果连这些木道友 都在车上一同的祷告 赞美神 直到我们到了海边的时候 雨就完全的停止了 我们是不是能够这样来信靠神呢 我们信靠神 投靠神 神必为我们来开路 这位神是配得我们完全相信 是配得我们完全依靠的神 信心是讨神喜悦的 来到神面前的人 必须信有神 且相信他赏赐一切寻求他的人 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犯句话说 只要你有信心 就可以讨神的喜悦 圣经告诉我们 不要怕 只要信 当我们遇到困难 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们会有两种的反应 一个是害怕 一个是信靠 刚开始 这两个决策 没有太大的分别 当我们惧怕 当我们忧虑的时候 我们不采取行动 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 我们会采取信心的行动 所以初期 没有太大的差别 但是如果我们使用信心 胜过惧怕 一年 两年 三年 五年 十年之后 我们就会有很大的不一样 所以我们要拿出我们的信心 我们认识这位我们所信靠的神 我们相信这位爱我们的神 我们也投靠这位爱护我们 供应我们 保护我们的神 我们拿出我们的信心 神必喜悦 不要怕 只要信 每一次遇到困难的时候 来投靠神 用信心 抵挡一切的惧怕 神必喜悦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 你是创造我们的神 你是造物主 你就是那位爱我们的天父 你是向你的独生子 耶稣基督为我的罪 被钉十字架 赦明我一切的罪恶 遗传 咒诅 你是下圣灵内住 在我的里面 你是向你正确无误的话语 做我的引导 使我得到自由 我感谢你 我要一生来信靠你 求你悦纳 我们所祷告的 求你赏赐给我们的信心 来知取你的恩典 谢谢你 还只这样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